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到台风外围沉降作用影响各地高温炎热 高温可以来到32到35度之间 而且部分地区还会更高 来看到气象局特别针对了这12个县市发布了高温提醒 在今天中午前后的时候 高雄 屏东还有在花东地区亮起了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而北北基以及台中 云林 嘉义 台南 以及在宜兰则亮起了黄色灯号 各地的紫外线也都会偏强 因此要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来看到天气走势了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杜苏瑞台风 它目前已经转为中度台风了 而且强度持续地增加 预测它会持续地朝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很高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首先来看到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风雨是逐渐地增强了 东台湾有比较大的雨势会出现 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间歇性阵雨 而礼拜三到礼拜四的期间 其实是台风最接近的时候了 雨势会由东部向西部来逐渐地加剧 而且各地一定要严防大雨好雨出现 沿岸地区风浪也会比较强 要特别地注意 到了28号礼拜五的时候 台风逐渐地已经远离了 风雨也会渐渐地趋缓 但是各地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 沿海风浪大 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这一周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最后来看到小丁尼要提醒大家 今天各地高温炎热 紫外线都达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 外出注意防晒 另外中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 午后有局部的雷震雨出现 记得攜带雨具备用 同时要持续地关注台风的动向 北海岸 东海岸 恒春半岛要注意长浪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戴力钢 也是气象专家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